大家好,又是我Bettony 溫哥華房地產經紀 今天我為大家介紹這個六年新的西區位於丹霸區 它的面積有307呎,有五間房,六個洗手間 六年新的,現在我們進去參觀一下 現在我們進去參觀一下 我也是介紹一下,這裏有九尺半,差不多十尺的樓底 一進來這個坊間,它有一個窗戶 可以放很多東西,因為差不多有十尺的高度 有這些鞋子、雜物都可以放很多在裏面 一來到這裏,其實它會有一個,這裏是一個Family Room 這個是Living Room,然後是Dining Room 然後是Family Room 它選擇這裏,Living Room的位置 它擺了鋼琴,它的尺寸也很好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其實我其他的片 主要都是說,這裏都是擺梳化衣,或者是Coffee Table 大家如果真的有鋼琴的話 都可以選擇好像他那樣擺設,擺一個鋼琴 跟著兩張椅子在這裏,大家在聽鋼琴,大家研究 都蠻好的 這裏有一個壁爐,是明火壁爐 如果不擺鋼琴,這裏可以擺電視也可以 這裏來到這裏,它是一個圓形的餐桌 其實我覺得它做得蠻好的,蠻和諧的 因為它如果所有東西都是方形的話 那你配合回方形 但是它這裏是圓形的話 椅子又圓形,圓框 整個Style就配合回 而且顏色色窄都蠻好 也可以坐到這裏有一個六人的餐桌 其實坐到八個人都可以 那如果相比這個,我覺得放圓桌比較適合 是多於方桌 那就是一個Dining Room 那上面你見到呢 其實那些圓形式都很有特色的 那因為你上面圓形式這個位置剛剛圓形 所以下面配合回那張圓桌 就是一個很適合的 對,而且加上燈色也是一件好事 那再過來,那其實我覺得整個佈局它做得很舒服的 因為這裏呢,它就把廳做了一個 那裏就彈琴了 那廳這裏呢,梳化的Style都蠻大,蠻舒服的 那這裏就擺一個,它已經有一個電視櫃的位置 這裏就擺了一個大約是65吋的電視 那其實頂到角可以去到75吋都可以的 那那尺寸都不錯的 這個距離感各樣東西 顏色配合的梳化都蠻好 剛剛這裏有張 可以對著,大家聊天都可以的 那配合外面呢,這裏有個露台 那我都可以出去看露台了,順便都 那這個露台呢,其實你看它的尺寸其實真的不錯的 可以擺到這個四人的一個L型的室外的梳化 那它,去擺這些傢俱的話呢 它會想起那個通道的問題 所以你走的話,你都不會有點阻礙通道的那樣東西 那我們再進來那間主屋那裏 那來到這裏呢,進來這裏呢 那就是廚房的位置 那廚房呢,它是一個U型的廚房 那又做到一個high chair 這裏擺到是... 它有些design的,不會一切都切下來 那但是又擺了三人,不要頂手就有多好的了 那這裏呢 那來到這裏呢 那它有一個星盤 那星盤... 有一個coiler的星盤 那它是比較典雅的 那所有東西你都不會覺得有時候有些很特別 因為有一些屋它做到一些很現代化 又很classic 它現在的classic 和elegant都配合都不錯 那這個廚房呢 那...因為廚房呢 其實它有一個特色 這裏有一個叫做walk kitchen 那這個walk kitchen呢 就是給你有一些大油煙啊 或者是明火那些 那就可以關上門 那就可以不會油煙衝出去的了 那這裏呢 它是用著一個miller的五眼爐頭 那上面有hole fan 那這裏呢 轉過來呢 洗手盆 加上有一個光窗的 那配合它有一個panasonic的微波爐 那大家看看呢 其實這一個呢 它有一個玻璃門在這裏的 蓋住了在這裏呢 大家遠一點看 那我覺得挺好 通常我看的那些walk kitchen 它都是實窗來的 那它實窗呢 都會是看不到裡面的 那它現在這個呢 是有一個玻璃窗的 那那個好處就是 你看到裡面做一些什麼 大家整個空間感覺就會開揚一點 還有它外面有一個玻璃窗 那透光 整間光的光度呢 配合在旁邊的老台呢 整間這裏就會光很多的了 OK 那我們來到住房主層這裏了 那它是一個雙門的雪櫃 那它那個 這個牌子呢 Miller這個牌子的 OK 那我再下去 這個下面呢 它那個冰格呢 那個空間呢 其實都是 不錯啦 都可以放很多東西 因為它差不多有30吋的空間 這個 那我們再過來這邊呢 那它 你見到它其實 我挺喜歡它的櫃呢 全部都是玻璃 那麼透明就很光 挺舒服的 那麼 那這裏有一個 因為它外面 它盡量都是 不會煮那麽重的食物的了 那它是用一個 Induction空氣的 這個電子爐 那它牌子是Miller這個牌子的 都是 OK 那 那再下來呢 這裏呢 它其實有一個烤爐 那它的烤爐 都是Miller這個牌子的 OK 是 那看回它 其實這裏 都很多些 廚櫃啊 那個 全部都是Soft Closing Soft Closing 挺方便 那這裏拉出來 有一個Lacy Susan 那Lacy Susan 這樣拉出來 都可以放到很多東西 那些大煲啊 都可以放回去 然後這樣推 一推下去呢 就好像火車入閘 那樣 那是挺好的 那轉過來 通常洗手盆 旁邊呢 都有一個Disk Washer 那這個都是Miller 這隻牌子的Disk Washer 洗碗碟機 好 那這層呢 那我就介紹了 那我們就可以再上上面那層 再看一看 那上上面一層之前呢 其實我再介紹回 其實這一層呢 它這裏呢 都有一個Powder Room 非常 偷 兩套 就像9 puesto als半 こう亂 都是這樣的 レ wolf 很舒服的 那有個湯 有一個 摟匙 設備也挺齊全的 這裡還有一個Pantry 可以放毛巾或者其他雜物 大家再Pan Pan上面看看 其實司令都有不同的佈局 由四方形合起來 有一個規範去到Dining Room 都是一個圓形的 其他四方形 現在我們再上去上面那層 看看房間 我們來到這一層 這一層是有9呎樓底的 會有三間房 三間都是套房 我先看看第一間房 我們來到這裡 那它這個一進來 它自己有一個套房洗手間 那這個就是一個 有一個bath tub的shower 加上一個門 那這些reeling都挺漂亮的 有馬桶有洗手盆 那製備挺齊全的 挺舒服的 還有現在有一個光窗 這個光窗 所以它的光線都挺好的 那這裏呢 那它這裏呢 那它這裏是 房間裏面 對著外面 是向藍的 這邊 那有它自己的closet 那closet的尺寸都不錯的 那裏面的尺寸都不錯的 那裏面的尺寸都不錯的 那裏面的尺寸 那一邊床頭燈 其實那邊都有的 不過不買就節省一些錢 那這個size可以的 那或者是 其實有些人可以是 那現在這樣 空間夠的 英俊一點 如果不是呢 這個bath可以 either放在這邊 那又可以對著窗光一點 前面再放一張書桌也可以的 空間絕對足夠的 OK 那我們再來到這裏呢 中間有另外一間房 那這個第二間房 那它來到這裏呢 那它就是 擺一張是單人床的 那它加書桌 其實呢 是 因為其實它可以再闊一點 都可以沒問題的 但是它想留一點空間 還有可能這間房 就不是大人住 小孩子住 那所以呢 就寧願多些空間 那一間就不需要那張床那麼大 但是那張床 絕對可以擺一張queen bag 加上一張桌子的 那這裏其實它還有一個 它自己的end street 自己的套房洗手間 那裏面這裏呢 它是有一個光窗在這裏的 那還有也是一個bath tub在這裏 那這裏是有一個馬桶 還有有一個星盤在這裏的 那些 那些lighting 雖然都是 配合時代感 還有一些優雅的典雅 那樣 OK 最後我們看看這裏 它是有一個主人房的 那主人房呢 當然了 一進來的那個空間感 就會突然擴大了很多 相比之前那裏 那它現在這裏是放一個queen bag 其實絕對可以擺一張king size的床 那還有空間 空間留在那裏 那queen bag那裏呢 它也放一些wall mode 那 那就是貴一點點 但是整個格局就會漂亮很多 那這裏就是個walk-in closet 那做了partition都幾實用 可以擺到很多東西的 那兩邊有櫃 那掛大衣 或者掛一些小東西 襯衣 那些T恤 那些其他的食物都可以 那來到這裏 那它這裏有個位置 它擺一幅畫 其實可以擺電視的 那 因爲那個距離 那加上門 我想55吋就適合些 如果不是呢 因爲你關上門 其實這個場是幾大的 可以選擇掛一些大一點的電視 或者做個projector project過去都可以 那再看看 其實這裏呢 它有一個洗手間的 那它有一個主人房洗手間 它有一個double sink 大家留意一下 其實它這個設計 都是兩邊鏡 中間加盞燈 是有一些屋都是會這樣設計的 那我自己的屋都是這樣做 就是一個style 那這裏有一個9呎樓底 那它又有shower 還有又有bath tub 那加上還有一個外邊的光窗風景 那這裏是幾舒服 旁邊有窗的 那這間屋的特點 就是在光線上面 有個窗 還有那個櫥櫃 各樣東西 它都在光線上面 有很多的考量 那至於這裏呢 它其實有一個露台 它的露台呢 就是 可以開到嗎 開到給大家看一下 那它這個露台呢 一出來呢 它又不是很窄 它是很長的 一直去到整間屋那麼闊的 那所以呢 就是這個露台呢 那個空間感不錯 那你 還有後面對住的地方呢 都會比較寧靜些 是一些住宅來的 你只是聽到那些小鳥的聲音 又不會聽到車的聲音 所以感覺不錯 遠一點點 其實有些水景可以看得到的 對了 OK 那這層呢 我們就看完 就再看看 其實還有一間房 在上面那層的 那我們現在過去參觀一下 那這層呢 其實那個 面積的空間感都挺好的 其實可以做另外一個主人房 那 只不過是上面那個頂呢 就會有少少斜 那 因為屋頂的關係 但是那個尺寸 絕對呢 有人 就擺個傾 但是 如果有兩個小朋友呢 其實可以擺兩個Double Bag 這份兩個Queen Bag在這裡 都可以的 那 那它 雖然樓底 有個斜 但是它有天窗 就補充一些光 所以感覺 壓抑感都不會太大的 那 那這裏呢 它有一個套房洗手間 都幾闊的 那 有一個 浴光 那 沙華 加上這裏有一個洗手盆 那它這裏呢 就還有一個 是 爐台仔的 那 那這個露台仔呢 就其實去到呢 就剛剛我介紹過 Master Back Room 那個露台呢 這個就是半個Size 那麼大 但是那個好處就是再高一點 那 遠望到的景 就會再闊一點 那 那這裏就剛剛可以 過了一些 前面的屋頂 看到前面的水 的了 現在外面有些 樹遮住了 冬天的時候 那些樹 下了葉 那這個水景呢 就更加會是 寬闊一點 看得多一點的水景 那現在我們去那個Basement 參觀一下 它還有一個出租單位的 那這個Bas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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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樓底呢 就是有 這個樓底 就是有 這個樓底 啊 之前 錄下了 我也想大家知道 樓底有多高 這個Basement 的樓底呢 其實大家看 是有九尺四 那麼高的樓底來的 那所以呢 你那個空間感 都比較舒服 那些櫃都高一點 那它這裡做個Basement 有一個Dry Sink 那可能這個客 這個 這個屋主呢 他就不會說 喝太多酒 放一個小型的酒櫃 但是可以放到 差不多十支酒 那就足夠了 其實那 那說真的其實 那些放了很多酒櫃那些呢 有幾可會喝這麼多呢 那除非你真是珍藏酒的話 你去儲就沒得好說 但是 你一般買喝買喝呢 這些小的酒櫃呢 也都是已經足夠的 那它下面有很多些櫃 就可以放一下東西了 都是Soft Closing 的 OK 那來到這裡呢 那它有個小巴桌 那放到兩張的High Chair 在這裡的 那這裡是 夠空間 那其實都不用太闊的 都夠空間的 那這裡就放了一個 這個就是85吋的電視了 再加上有一個梳化 和Arm Chair 其實呢 可以放了按摩椅在這裡 都可以的 就是我建議 可能這裡梳化衣 吞過一點點 這裡放了按摩椅在這裡 小一點點 那些對著的電視也挺舒服的 是的 那或者放在這裡都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想按摩椅 看電視 可以放在那裡 那這裡進來呢 那它是 那個 那個 機械房 是的 那這裡呢 還有一些 擺東西的地方 那這一層呢 它那個洗衣房 就是在這一層裡的 那它這一層 就有兩個 洗衣機 都是full size 那它的牌子就是 Mix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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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是型號來的 它真的是 那牌子叫Matec OK 是的 那我們再看看 這裡呢 過來這邊呢 大家會看到這裡呢 為什麼會有一道門呢 這道門的作用呢 就是把這道主屋那裡 和後面那裡分開的 後面這就是一個出租單位 那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來到這裡呢 那你看到 如果我關掉這道門呢 一關掉這道門 那它的牌子呢 就是GE這個牌子的 是的 那再過來這裡呢 洗手間呢 那它是一個full bath 有一個bath cup 在那裡的 那有九尺四的樓底 九尺半的樓底 也挺高 那些brefresh 也強到上頂的 是的 有一個星盤在那裡 那再過來這裡呢 就是有一間睡房的 單房 那一九尺四 這個很闊的 那這裡 那它放在queen bag 其實queen bag 都夠的了 因為不用 就是king bag size king bag 絕對容許到 可以左右 有一個櫃子放在那裡 那因為這裡呢 是一個出租單位 要租給一些學生 或者單身那些 或者小家庭都可以的 那你可以放一個 床在那裡 後面都可以放書桌 那至於進來這裡呢 那它就是one piece 一個客廳 加一個飯廳的位置 那它就放了一張 餐桌 那這個六人餐桌 那都可以的 實用 那爐頭就是這裡 那它這裡有個爐頭 是一個induction cooking的爐頭 是的 那牌子呢 就是沒有寫到的 但是它是一個雙眼爐頭 就是一個電爐頭 這是一個星盤 那還有一個雪櫃 那這個 這個 那一般出租單位的雪櫃 都會比較普通一點 都ok的 最重要是實用 那這裡有一扇門 就可以出回到外面的了 剛才我介紹過裡面的內屋 那這個就是它那個 Family Room出來的位置 那個廚房 那這裡呢 就是它的露台 那我出來就是它的後院 那這個後院有塊草地 那你可以gathering 放上BBQ 放上傘 這裡都ok的 那這裡呢 其實看回 下面這裡呢 它這裡有一個樓梯可以下去 就是剛才我說 是出租單位 那個門口進去的地方 ok 那這邊呢 就是一個商人的停車場 雙車庫 那這裡就有條路可以去到車房 這裡可以有道門可以進去拿車 那後面這個後院呢 就是可以去到後面那個 去到後面那個後輪那裡 那就可以在後面開車進去的了 至於這間屋的地址是3691西23階 位於Vancouver West的Dumba區 那它的Secondary School就是 Lawbin Secondary School Elementary 就是Law Kitchener的 那這間屋就是307呎 有兩層加Basement 那地就是4026呎 33乘122個Square feet的 那年份就是六年 五房六個洗手間 有兩個cover parking 現在叫價是438萬 至於這間屋的附近 那它主要呢 就是有名校 Lawbin Secondary School 和靠近UBC 那附近呢 還有Jerico Beach Shopping Bank 和其他的restaurant 那你看完這條片 就會了解更多的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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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